Hello 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 现在是2011年的4月30号了 然后呢 今天呢 我现在是在做这个披萨的工 送披萨了 换了一个店在做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是在这个长岛36出口的 这个地方叫Paul Washington 然后今天呢 他们是这个义务的 好像义务的做起 就好像是星期六 然后呢 有很多这个乐队在外面 免费的给大家演奏 我现在送完餐了 然后开车 回去路上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Paul Washington的免街 然后准备开车过去了 然后先跟大家就说 做个一眼 看看外面是怎么样了 工作的环境 这也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美国人这个社会 这个生活 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然后它那种公益性 或者这种一般人的这种居住生活吧 这个当然这个也是近段时间 大家也看了我拍了 就是说很多这个 美国这个 街头的这些公园的视频 现在看看我工作的环境 更深入的了解一下 就是说美国社会的这种 概念吧 可能这样有点 有点逆光 我有点开车 效果不是会很好 又是手机在拍 但是呢 最近是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希望就是还是希望能给大家 更多的这种记录 还好啊 这会儿它这个是 连接车比较 拥挤开的会比较慢 这个也不会有太多这个安全方面的 这个因素和影响 我现在还不知道 就是很多个乐队 因为这更好在我们店门口有一家 有一家 有一个乐队 也没有多大地方在别人在演奏 现在跟大家看一看吧 泥路上好几家呢 就在这种大街上 然后跟大家免费这种 演奏这种音乐 舒缓那种情调 那种感觉挺不错的 这个地方是那个 长岛这边是495出口的 49536出口 这边叫 Paul Washington 是我现在做工的地方 我现在的工作是 这个 在送那个 Domino Pizza 现在的时间呢 是这个 应该4月30号 星期一 星期六 星期六的这个 6点24分 好 我现在就 早 开始转过去了 这个是这边的 这个街头 这个流畅 这个是 我就在放个音乐 然后后面开始有点链 这边是这个火车站 托弯行动的火车站 这是一个比较懒的趟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免费给大家音乐 不能开照了 现在直接在向上 那边开 下面还有两个 听见了吗 又是一个 这个还是大家的威胁 待会儿会早下班 我肯定要来看看 好好拍一看 好了马上就是 拖这个绿灯 就到我工作的店了 也有一个 这又转了 这又是一家 这说明了是在 我的大街了 做工的地方 就是这 不想留守 这有站了 好了 待会儿跟大家拍了 我今天要去送站了 就工作了 好 谢谢大家上看 待会儿接着看